而在法定的全量是分別的 之後會討論什麼是 teleportation 這些兩個字的分別在中學的程度大致上是分別不大 首先我提起以前我學過的 如果有電池 什麼的電池就是Votage 電池的問題就說,如果我們有一個高能的 charge 經過電池 政府一些我們暫時說不出來,總之它過左邊也好,過右邊也好 經過電池,這個 charge 是會多了能量或少了能量 這就是電池除了Q,這個比例就叫做 voltage 那是否一定要電池,不需要的任何一個燈膽,什麼都可以 總之,當然不要經過電線,沒有能量轉變 總之,經過一個電池也好,或者連串的電池也好 那個 charge 會有一個 energy change 多了或少了 改變除了Q,那就叫做 voltage 好,那什麼叫potential difference 首先大家要明白,什麼叫potential potential其實在靜電那裡,我們已經教過什麼叫potential 在circle裡面的potential,和靜電裡面的potential的concept 其實是一樣的 現在我們不是說A到B的一個轉變 我們是說一點一點的 即是說,如果它過來,我們有一個circle 是這樣的 這個circle會有多少個lock points呢 一個電線,我們不需要分為後尾的 這個,這個約1,1點 這個約1,另外1點 這個約1,另外1點 這個約1點 這個約1點 總共這裡有四個不同的lock points 這點和這點,因為是同一個電線冷卻 所以不用理會 我們有一個最基礎的concept 就是potential在一條電線上面 在電線上面,如果是一條perfect conductor 0噸的,它的potential是一樣的 所以,這點也好,這點也好 這點也好 現在這個圖很明顯有四點不同的點 這點和這點經過減減不可以是一樣的 那,OK 即是說什麼呢 我們基本上,就會有 A、B、C、Z四點 在這個circle裡面 有多少個兩點的組合呢 記住,什麼叫Votage Votage Votage就是 兩點之間的能量轉變 隨過charge 那這裡就會有 A、B、A、C、A、D、B、C、B、D、C、D 六個可能 那,B、A 由於我們現在的Votage 暫時來說 我們不算 政府的 我們只要計個absolute 所以,B、A、A、B 我們當是一樣的 政府 我們在外面處理了它 好了,現在就是說 我們會有六個可能 你幻想一下 如果有一個circle 不是四個碟 而是四百個碟 那有多少個可能呢 這個是簡單的Mass 那就是四百 三九九全的可能 如果有一個circle 有四百個碟 就有這麼多個Votage 說不定的 因為這裡有幾萬個Votage 如果有circle 如果說circle 要計算的時候 你說有幾萬個可能的Votage 那會很混亂 所以 在circle analysis裡面 我們就不會用 就是我們會利用另一個工具 就叫做potential potential的意思 就是每點有個potential 不是A和B之間有個Votage 是A有個potential 那如果A有個potential A有個potential B有個potential C有個potential B有個potential 那Multage是什麼意思呢 Multage是A的potential 和B的potential的相差 那這個就叫做potential difference 所以potential difference 就等同於Votage 但是 那我還是不明白的 我舉一個例子 這裡是地碼 不要用這個地碼 這個地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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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用大廈幾個層來考慮 這樣會比較容易考慮 這個地下,這個很高一點 這個儲物,這個電壓最低 這個電壓最高,這個三樓 中間多一點,這個當一樓 再多一點當二樓 好,舉個例子 C和A之間的一層樓 很簡單,三樓壓一樓 三樓壓一樓是二樓 上一樓壓一樓 拚兩樓壓一樓 這個就是第二樓壓一樓 好了,三樓壓一樓 就是相差兩樓壓一樓 這個叫作voltage 或者potential difference 如果我们说要走楼梯,走楼梯是什么呢,就是走一层 如果由C走到A,就走两层楼 但是我们要怎么记住呢? 我们要记住A在3楼,C在1楼 所以C走到A,就3-1,就5层楼 这就是所谓的potential 你想想,如果有一个线路是有400个固碟 那我们只有400个potential 由一个固碟去另一个固碟 很简单来减数,就知道那固碟是多少 那我们又不用几万个不同的固碟 所以处理一个线路,我们一般来说 是会有potential的观念 potential difference 就是两个look point 就是A,B,A,C和A之间 双减数值 那这个叫potential difference 如果我们用wokmeter量住这里 和这里 我们量到wokmeter 我们就量到potential difference 那就是wokmeter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 好,接着我们会看一下 potential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earth 那时候我们也会讲到 那时候我们也会讲到 那一个circuit 会有一个地线的 地线的符号呢 一般来讲到 这样 这个earth 这个意思呢 这个符号呢 以及以前在domestic electricity里面 讲地线呢 那里的荒木线呢 都是一样的 那字也是一样的 但是 是不是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要找个电池 找个电池拨插松 那个洞那里的呢 其实一般都不会的 很多都 譬如这个例子 你用手提电路 也好 iPad也好 它的线路板 都会有earth 但是很明显 你用手提电路的嘛 你不会放到那个洞那里的 那其实呢 在这个电池线路里面 我们一般来讲 是需要有个概念在那里 好让我们能够明白到 究竟发生什么事 那不是真的要搏到earth 所谓earth 其实就是一个potential等于零的地方 那哪个potential等于零呢 就是一层楼 哪层楼叫做ground floor 哪层叫做ground floor 那你走进来那层 那这个很自然的啦 你没理由不叫 顶楼叫做ground floor 那但是是不是一定的呢 你曾经站在半山 那你可能在中间走进去 在最底走进去也行 那谁才叫ground呢 你想清楚呢 其实所谓ground 是人定的而已 不是absolute gap 那不是绝对的 那你可以有得选 在这个线路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 会选最低的位置 叫ground 因为这样是方便一点 就不会有负数 如果我选这个叫ground floor 那没有问题的 这里不是LG1 这里是LG2 这里是LG3 但是是负数 负一层 负两层 负三层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就选这个叫earth 好 好 我们选了这个earth 之后 然后每一点 这些点 都会有potential 那这点的potential 是0 earth本身的定义 就是0 那点 每个方便会有potential 譬如这里有三个电池 那这个 这个便是三个 那接着 有另外两个位置 有另外两个电压 那一单打我当 不是一样的 那我可以随便打个电压 那我可以随便打个电压 那我举个例子 我当这个叫做硬窩 这个叫做硬窩 这个叫硬窩 为了容易令件事理解 我们就可以 学一个 我们叫potential heal 的东西 potential heal 其实你可以这样看的 就是 沿着的circa 我们经过不同的零件 那个起起落落 那我们由 这个开始 开始摩 由这个位置 开始摩 由这个出发 我们这样走过去 一个角度走过去 第一 我们由0开始 首先 我们会升到3个 这边的电压 这个电压 是不变的 因为电压 是不变的 是融音 融音 没有降压 没有降压 就是说 这里是3V 这里也是要3V 因为这样才是0 所以在这里 是会在一个平衡的 一线 经过电线 去到第一个灯 比如这个叫X 这个弯 这个弯 X的灯 它就会跌了 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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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是什么 就是X的灯 接着 经过这条电线 去到Y的灯 就会跌了 跌了去一波 这个弯的灯 接着它再经过 Z这个灯 去回地下 起起落落 这这样的Graph 就Port了 这个Potential 沿着一条Path Cose Path的转变 这个我们就叫Potential Hill 戴 如果你有了这个概念 其实 这些电分板 电池 这些东西 你可以看成什么呢 你可以看成 刚才我们说过 一楼 二楼 三楼 这个地下 这个三楼 这个二楼 这个一楼 这个地下 这些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从这里出发 我从这里走三楼 上到三楼 去到X 就下一层楼 去到二楼 接着 去Y 下多一层楼 去到一楼 去Z 就下回地下 跟着平路 走到几点 OK 那这件事又会发生什么呢 这一条要长一点的楼 这条楼 要下一层 这条楼 要下一层 这条楼 要下两层 有这样的心理 看到一个比较复杂的电路 然后那边的电路 那个电路的轻轻跌跌 就会比较容易 去掌握一些 那这个